好,那FR我等一下請你幫我試聽一下這兩副耳機 看你能不能聽出哪一個是 AirPods 1 代 然後哪一個是 AirPods 2 耳帶 第二副的空間感還有層次顆粒感都很明顯 比第一代好 哦 我如果說是我就死定了 第一副聽的東西比較清楚 聽的東西比較清楚 等一下會不會被打烈 我覺得第二...第二個不行 第二個不行嗎? 我覺得第二個不行 真的不行耶 哈囉大家好,這裡是 TechTeller科技說 你的科技變遷,我是 Wesby 大家最近是不是都拿到 iPhone 14 了 也有在觀望 AirPods Pro 第二代的表現呢? 這次科技說搶在台灣上市之前 特別先從海外買了 AirPods Pro 第二代回來 就讓我們一起來快速地看看到底 二代跟一代相比有哪些亮點 又有哪些差異吧 不想錯過任何開箱評測嗎? 記得先訂閱 TechTeller科技說唷 這一次 AirPods Pro 二代 雖然在耳機的外觀上面沒有太多改變 但是有蠻多亮點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像是二代充電之後會有一個提示音 如果是一代的話 可能在使用無線充電時位置沒有擺好 導致根本沒有充到電 等到隔天要出門了才會發現 那現在二代就可以透過這個聲音 去判斷耳機到底有沒有充到電 就還蠻方便的 再來就是現在二代不只可以用 MagSafe 充電 也能透過 Apple Watch 的充電器來充電了 接著是大家很關心的音量調節功能 使用時會需要用拇指去抵住耳機柄的後方 再用食指去做上下滑動 我自己剛開始使用的時候覺得耳機感稍短 有點不太好滑 但大概使用個一個小時之後 我就找到自己順手適合的位置了 而且觸控滑動的區域還蠻靈敏的 加上蘋果設計成滑動一次只會調整一格音量 就不會造成聲音突然太大 或是太小的問題了 而這次充電盒有增加了一個揚聲器 方便使用者去尋找自己的耳機 那我自己測試下來覺得因為 音量不是說到非常大的關係 應該是在室內尋找會比較有用 如果是在戶外的話 可能是要我們人接近耳機的時候 才能夠聽到充電盒的聲音了 另外我看到網友們在討論說 之前AirPods Pro一代的主動降噪 有被蘋果偷偷的用軟體更新的方式調低 所以降噪強度變得不太夠的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覺得這次在二代的降噪表現上 可以說是有感的提升 低頻的噪音被壓制的更乾淨 中高頻的噪音也壓制的更好 對比一代來說 整體的降噪幅度 我自己體感上是覺得大概是從降低60% 上升到75-80%左右的表現 最後是大家最關心的音質表現 我這次邀請到了我們科技說的其他夥伴 一起來盲測試聽兩代的AirPods Pro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聽出來哪一個是一代 哪一個是二代呢 那兩代之間的音質又有什麼差別呢 好那FR我等一下請你幫我試聽一下這兩副耳機 看你能不能聽出哪一個是AirPods一代 然後哪一個是AirPods二代 第一副還是第二副? 第一副是一代 第二副是二代 第二副是二代 然後第一次聽的是二代 我覺得第一副應該是二代 然後後面那一副應該才是一代 那為什麼? 因為第二副的空間感還有程式 顆粒感都很明顯比第一代好 我如果說是我就死定了 是嗎?我猜對嗎? 沒錯你猜對 真的第一副是一代 沒錯 因為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又被以為第一支是一代 但是結果聽到第二支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人聲有變得比較悶悶的 第一副聽的東西比較清楚 聽的東西比較清楚 等一下會不會被打了 第一副就是AirPods Pro二代 然後第二副是AirPods一代 我剛開始聽的那個低音比較多 後面第二副聽的那個 它的低音被抽掉 它剩下 剩下中高音 而且人聲很不明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第二個不行 第二個不行嗎? 我覺得第二個不行 可是剛剛第二副是第二 就是第一副是一代 我覺得第一副比較好 就是比較有感應該這樣子講 不是論誰音這樣 比較有感 所以那你之前都有聽過AirPods一嗎? 沒有都沒有 都沒有聽過 好 因為你第一代聽比較久 就是你的單體被run開了 你第二代是新的 所以這樣子比其實就是 沒有到很公平 所以你會可能第一代比較 run開比較好聽是正常的 對 有可能 而且包含每個人喜好也不一樣 對 我自己聽完兩代AirPods Pro之後 在相同的音量大小下 二代的表現明顯比一代還要好 相較之下 一代聽起來會有一點平面單薄 而且有點悶悶的 解析力沒有那麼足夠的感覺 背景樂器會糊在一塊 那二代的聲音整個立體飽滿了不少 低頻給的量多了一些 而且下潛更深 空間感跟解析力都更好 細節有出來 中高頻也在亮了一些 可以感受到音樂的起伏 可以知道說音質的部分是真的有提升的 不過我在測試的期間 發現手上的二代似乎也有一些災情 就是軟體還不太穩定的感覺 我自己用二代開啟空間音訊之後 有發生頭跟手機明明沒有動 但是耳機內的聲音卻自己從左邊跑到右邊 甚至是平常有時候明明沒有開空間音訊 卻感受到聲音在飄浮的感覺 這部分可能還要再看蘋果後續 會不會透過軟體更新來做修正了 接下來我們進到音質實測的環節 大家可以聽聽看兩代的差異怎麼樣 那這邊要提醒的是 聲音經過錄製轉檔之後會受損 所以僅供參考喔 那以下我們會進行通話模擬測試 讓大家看一下兩代的AirPods Pro 在通話能力上的表現如何 那我現在用Apple Watch看的分貝數是80幾分貝 好 那大家現在所聽到的聲音是由AirPods Pro一代所收錄的 大家可以聽聽看收音效果如何呢 好 那現在所聽到的聲音是由AirPods Pro二代所收錄的聲音 大家聽聽看收音效果如何呢 這次的AirPods Pro 2 我覺得在各方面上都是有可見的進步 像是續航能力、音質表現、降噪表現等等 如果你手上的AirPods Pro一代已經用了一年多或是兩年 那我會覺得這次的升級是蠻有感的 但如果是以音質為最優先考量的朋友 我自己會覺得7500元這個價錢 就直接去買其他品牌的旗艦耳機吧 畢竟AirPods Pro二代的聲音表現雖然已經有提升了 再綜合它的功能性來說 在這個價位代也是給過的表現 但聲音上就還是沒有其他旗艦耳機那麼好 所以還在觀望的朋友們可以再考慮一下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也會再盡快回覆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TekTek科技說喔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噗噗!那你會想買嗎? 你會想買第二代嗎? 二代還可以啦 我自己也很想買 那我覺得它戴起來是真的很舒服 就兩代戴起來的配戴感都沒有 會壓迫到的感覺 我覺得它是戴起來它的空氣感很好 就是你不會覺得耳朵很悶 所以歐爾大我覺得值得入行 所以歐爾大我覺得很值得入行 我送了來電視相對 你們要快點 來電視相對 會不會